气球塔坊上线了 我这边是ios设备 然后在安卓手机上运行 账号是互通的 看到没有 之前我悄悄打的 现在继续我们可以用最新存档 我已经打到35级了 来用一下 真不错 启动 我已经35级了 大家看我上一期视频 有没有瞬间到20级呢 另外大家想加好友的话 我看看这个好友在哪家来着 点个开始右上角好友 这边有好友代码 这边猴子有感叹号 我们来看一下故事挑战教程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 气球塔坊6生日派对 既然有这个活动了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哇塞 这是一场气球塔坊6派对 不是每个猴子都会来 不过我的好朋友Scoop 已经决定参加 看起来很有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都是猴子英雄 都已经在场了 这气球怎么走的 我看看呢 哎呦 这边还有香蕉农场 给我提前摆好了 哎呦 这个气球 随便来的吗 它是这样子绕圈圈过来的 看一下 它这个好像是 不会输的嘛 啊 这张地图 哇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 奥本 它攻击方式 扔出来的这个气啊 可以自动追踪啊 所有的气球都带上了 欢庆礼帽 它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当装慢用啊 气球只是来参加派对的 完全不用担心 他们会逃脱 哦 是这样的吗 那也就是说 这一关就随便玩玩 这么好的吗 哦 也有了浇水 炮手 宠物鼠才算得上派对 还有一些气球 正在来的路上 所有气球都受到了邀请 好家伙 那到时候 一堆的大型 move up气球 啊 上一期视频 有观众提醒我了 那个不叫move 叫move up 一堆move up气球 要来的话 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了 这个肯定是派对气球 我看看 什么派对气球 哎呦 来了来了上面居然来了个血条 哇 最左边 他很慢的速度出现了 哇 听这个压迫感十足 看看我有什么 办法去打他吗 平常我比较喜欢拿这个 狙击手啊 狙击手来 来去戳他 打一个这个 打move up气球 我比较喜欢 升这个狙击手的 第一行的E技能 但是现在钱并不多 没办法升的那么多 我们我们把一个增哥 正在这个凤险的 见缝插针一下 让他 射 走第一行的路线 幻射火焰 你说是比较厉害的 他这个 再打了 但是血量呢 再扣了 哇 两万的血 2900块钱 来个 幻射火焰 好 喷起来了 他这个伤害怎么样 伤害 还可以 还可以 我们摆一个大炮 在这个位置 大炮 大炮的升级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move up 重锤 先把这个 重锤这个位置 然后来一个 他这个范围已经挺大的了 来个大号炮弹 OK 2700有个move up刺杀 快到了快到了 点一下右下角的 这边的钱钱 来了来了 move up刺杀 来走 他现在有一个主动技能了 就在左下角 现在这个是15000的血 是不是 好 321点一下 哇 瞬间就变成9000 这够快的哈 这个气球 他的路线 不会就这样子走进去了吧 走到上面 诶 没走没走没走 他拐弯了 哇 谢天谢地 还有我刚刚才发现 我们的这个狙击守候 我可以锁强力啊 锁强力说不定 就会去打那个 诶 怎么这么多隐身气球 隐身气球 完了 漏了是吧 雷达雷达扫描仪 OK 现在可以打隐身气球了 好 他要死了 500血 不错啊 300 这个气球 炸掉之后 撒一地的藏口 啊啊 不是 原来还有的呀 这 这种玩法 让我想到了 江王博士的 叛逆追击里的boss关 就是一直一直打下去 看你能打机关血的玩法 是吧 居然是这样子玩的 这个大气球 又走到最右边了 我感觉 他没走四分之一格 我才能将将好 把他的血量给磨掉 感觉打得算是有点慢的了 诶 这个气球不拐弯了 他走了 我还想着你会拐弯拐回来的 哦 拐回来了 行行行 原来你是愿意拐回来看我的呀 好 第一关血 结束 现在进入第二关血 我们这个超后侠 这边他的经验比较的低 不然我早就可以升这边的 等粒子爆炸了 是不是因为 我们要多重点这个超后侠 他这个经验值就升得更高一点 被击中的气球短暂眩晕 原来这个大炮也很好走的样子呢 来看一下来个极度装填 眩晕不啊 看这个大炮啊 多粗壮 但是面对这个大气球还没什么用 第三关系啊 这个派对模式有没有镜头啊 我都在想 啊 他不会是无镜模式吧 右上角确实写的是无镜的样子 这边我走一下这个低速的极速炸弹 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玩法 哇他现在是个礼花的样子 咱们加个速 加个速二倍速下了 这个气球 速度果然快多了 他已经走了一圈 是不是打算回家了呢 哎 呀 未打掉任务分数 原来他是有任务目标的吗 哦要打掉他十关系是吧 我现在只打掉他七关系 哎呀原来是这样 哇你看他写着了 十关了 应该算是完车任务了吧 十一关都没问题啊 天呐 我乱中了我的 哦 我乱中了我的 哦 他要走了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再艾我幾發子戰吧 不要走 不要走 再艾我幾發子戰 打到20塊錢 沒想到最後是靠這個狙擊守護 說不定我一直在中的話還能打到30塊錢 這個樣子太爽了 8萬塊錢 9萬塊錢 順利 哇塞 結果是靠這個狙擊守護的第三行的技能 打的那叫一個快 牛牛牛 最好成績26 果然還有個箱子 500猴幣 所以這個氣球塔房裡面不僅僅是原版的那些地圖 還有任務還是挺好玩的 今天打這個關卡要不是研發出了這個狙擊流派 不然又要卡更久 本來還想試試看這個超猴霞的 但是無奈這個模式好像經驗值不會長啊 不能練猴子經驗值 我得去打這個普通地圖才能長經驗 對了看到這個地方了沒有 加了好友之後可以顯示 哎這邊好有的排行榜啊 我這邊困難度我打了個102波是吧 嘿還挺有意思的 之後再練練啊 那今天這個氣球打方就先玩到這邊 之後我再發現有什麼好玩的模式 就再錄一期視頻給大家來看看啊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 拜拜